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 让弱势家庭的处境 变得更加的艰难 我们来看马来西亚佛光人 携手当地的慈善团体 捐赠了物资还有善款 给当地不少的弱势家庭 佛光生新马太英总主持 绝成法师带领众人 透过温暖佛曲传递祝福 除此之外还有这个 装满爱心物资福袋 一次排开场面壮观 马来西亚佛光山 新手国际佛光会 新州日报基金会 还有祝福文化基金会 远赴上百公里外的山城 文东县关怀受到新冠肺炎冲击 弱势家庭 一共50户人家 除了民众物资之外 还能拿到折合台币 1万多元善款 解决燃眉之急 任何位是马来西亚文东 综合报导